Hey Brian Have a good day 哈囉 我是丹哥 我現在來到夏威夷 我現在來吃當地人推薦的早餐 這裡也有戶外的座位區 我們做這一桌 我們點的餐點看起來超精彩的 這個是木瓜 然後這裡是店家特別的炒飯 然後還有貝果 這個不用介紹喔 吃完了正餐我們現在來吃木瓜 夏威夷我非常推薦這個木瓜 它長得比較 跟台灣不太一樣 它長得比較胖胖圓圓一點 可是它非常的好吃 然後我建議大家來夏威夷吃木瓜 一定要加檸檬 檸檬擠上去之後風味會變得特別不一樣 特別好吃 就跟台灣木瓜的味道一樣啊 那你加檸檬看看 剛剛不是有加喔 台灣木瓜不是也長這樣嗎 台灣木瓜的味道就是這樣啊 台灣是細長型的 台灣木瓜就長這樣啊 不一樣 喔你家裡比較好吃 家裡也好吃一點 我們現在來到夏威夷的土鴨街 它這個社區叫卡卡口社區 那大概在2013年 政府跟一些藝術家在這邊結合 然後把這邊牆壁或者是很多地方都很漂亮 我在夏威夷北岸 這邊很多的衝浪店 有很熟悉的夏威夷品牌 那這邊還有河裡 就是我蠻喜歡的衝浪品牌 那我們繼續逛下去 嗨我們現在要去吃阿塞包 阿塞包他非常有名 是這邊蠻著名的一個點心 然後阿塞他就吃巴西鹽 他會把它把那個粉在冰裡去打 然後上面會撒一些比較健康的 燕麥片啊 或者是一些新鮮的水果 那我蠻推薦來這邊試試看 然後他有些會放上 夏威夷很有名的木瓜 就是我早上幫大家介紹 真的很好吃 走 跟台灣一樣 一日小便 一日小便 這一間店叫哈雷娃布 這個是 阿塞包 那這個是他們這邊很有名的 叫做 Bloomagic 那我們來試試看 Bloomagic 它上面有加一點 花粉 然後還有藍莓 草莓跟奇異果 試試看Bloomagic是什麼 為什麼會是藍色的 好啦我查到了 為什麼會是藍色的呢 它其實是一種叫做螺旋藻的 一種藻類 那在美國很多人會把這個螺旋藻 它加到南西一邊 那在哪裡 在那邊 不要叫 不要叫 Aloha Aloha 今天天氣很好 然後我們來一間很特別的星巴克 多特別 綠色的 綠色的 星巴克不都綠色 好 我們轉過去讓大家看 多特別 然後這是一間綠色的星巴克 走 好我們去看它裡面的咖啡有什麼不一樣 這邊有一個聖誕節的學生餅乾 還有類似羅尼的東西 如何 有沒有覺得不一樣 裡面是長一樣的 哈哈 我們剛才點了咖啡 因為這邊最近越來越紅 觀光客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至少要等大概15分鐘以上 所以給大家參考 這間就是夏威夷 蠻有特色的一間綠色星巴克 如果你們去了很多星巴克 都覺得沒什麼特別的話 可以來參考這間 它不是reserve 但是它也蠻特別 因為整間店很綠色的 那當然內服裝潢一樣 咖啡也一樣 這邊蠻值得推薦大家來看 因為建築很漂亮 這樣我們朝下一個景點 前進 走 走 好了我們來到下一個行程的地方 它是Pure Box 粉紅Pure Box 爬這裡的時候 裝備記得 就是一定要穿運動鞋 千萬不要穿什麼高跟鞋或拖鞋來爬 不然你一定會後悔 看這兩個被尖包的就是不合格裝備 好啦繼續加油 準備攻頂了 走 走 我們已經爬23分鐘了 過了這山頭就到了 大家繼續加油 這邊很漂亮 外面很漂亮 然後裡面它都會很多的塗鴉 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Pink PO Box 終於到了 覺得值得嗎 值得 值得 你看為什麼這麼哀怨 夏威夷週期 12點44分 我們要開始下山 其實這邊爬起來 比 La Nikay那邊的Pure Box 還要簡單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先來這一個 再去挑戰下一個 那好處都是 兩個下山之後旁邊就是海 所以可以去洗澡 很方便 好了現在是12分 那我們大概花了接近半個小時下山 所以爬山預計要抓40分鐘 那下山大概30分鐘 很快就會到了 上山下海 現在到了美人魚洞 那我們去看一下它長什麼樣子 我們現在下到美人魚洞了 但是因為現在是長潮 所以比較急 這就是美人魚洞 那我們要上去了 今天人太多了 我很推薦這邊的海灘 因為它平日的話沒什麼人 假日的話人也不會到很多 大部分都是當地人 會來這邊 哈嘍 我是Daniel 我們現在站在Green Walk Coffee 一間Local的咖啡店 然後它在夏威夷的北岸 那我們去北岸看一些衝浪比賽 或者是去哈列瓦小鎮的時候 或環島的時候 都可以來這一間Green House Coffee 來試喝看看這邊的咖啡 那我現在帶你們到咖啡店裡面 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來這裡還可以看到它的 Green Walk Coffee Farm 它的咖啡農場 我們去看一下 你看這是新鮮的咖啡豆 像這個紅紅的可以採收 這有提供很多咖啡可以試喝 有熱的 也有冰的 聽到嗎 那我想喝這個 Green Walk 這個應該是他們的招牌咖啡 還不錯 還不錯 蠻好喝的 不會太酸 然後 可以喝咖啡 逛一下他們的經驗品店 好了 我到了 夏威夷很有名的蝦飯 不是Givani 我喜歡的是另外一間 這是一個台灣人開的 它叫Fumi 奶油的 然後原味 檸檬、黑胡椒、辣味 我個人比較喜歡這個 辣味奶油 點的蝦飯來了 打開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蒜、龍、奶油、辣蝦 這間店真的很好吃 我大概每次來夏威夷 只要有駐車就一定會來 我覺得比我上次去吃的好吃 哪一家 Givani 比較好吃 對 所以 我覺得它比較好吃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台灣人的口味 現在要去吃 北安這邊 很有名的一間 Acai bowl 也是很多網美後來這邊 來找大家看的地方 結果是這間 上Rite Shake 我們點的是最一般的Acai bowl 那旁邊有另外再加一些 草莓 那上面你會看到還有一間 吃吃還有健康的麥片 還有蜂蜜 我有特別問他有沒有加蜂蜜 因為夏威夷的蜂蜜 它的味道很特別 跟台灣不太一樣 好啦吃吃看囉 純粟 既然老闆 詞一樣 未詞 除了 夏威 совсем 溫 魂